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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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打架汉匠 然后就在昨天啊 全台湾的 因为这两个人啊 怎么样 整个大家又沸腾起来 让我们想到丁允公才干过人 掌声鼓励一下 哇 真不愧是民进党啊 虽然啊 各位朋友 这两个人发生的这些事情 韩国人真的有时候不太 对这种这种私人的这种关系啊 有时候真的没什么非常大的兴趣啊 这尤其又是他们的私得 但是啊 对于今天这两个人啊 尤其是王定宇 哇 长期的这个绿营板中大将 整天造谣被韩国人打脸的这个臭立伟啊 还有加上什么 还有加上这一次的女主角 也就是颜若芳 颜若芳帮大家科普一下 马上讲这件事 大家都突然会想起来 原来就是这么荒谬的人 两个加在一起 恰恰好 其实真的蛮配的 但是王定宇有老婆了 所以啊 这个私得啊 真的是非常的糟糕 那颜若芳是谁呢 也就是之前啊 指说啊 因为这个台湾 这个对中国大陆不是贸易 哇 出口创新高 那时候被蓝营辉说 啊 你们蔡同学 不是明明说这个鸡蛋 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 结果你们一上任之后 哇 放的更多 然后当时啊 讲了一个最荒谬的话 也就是这个民进党发言人 颜若芳 他就讲是因为啊 中国大陆需要台湾 哇 各位想起来是谁了吧 你们突然霍兰开了 哇 这种卡小 对上王定宇不是刚刚好怎么样 我不知道互相是不是有吃口水之类的 哇 讲话都非常相似 然后唬烂的程度真的不输大家 然后经过这次凤梨事件 韩国人不是已经常强调 民进党之前说这个 明明是中国大陆需要台湾 那这次凤梨事件 你们干嘛气哺哺呢 他们不要就算啦 对不对 他们不需要 对我们来说又没亏 是他们需要我们耶 所以啊 今天整件事情就这么巧 就是这两个人 但是啊 韩国人刚刚前面讲过了 这种私德的东西 那王定宇也是长期 哇 一个爱妻的形象嘛 我相信在他脸书 常常有时候都会赛恩爱嘛 跟他老婆 那我都觉得很OK啊 跟老婆 但是这一次爆出这件事情 有两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 当然大家都很清楚嘛 也就是他们党内的互斗嘛 因为你们要自己去想 今天爆出来的这个媒体 像是镜周刊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苹果新闻 像苹果新闻就已经怎么样 这个同居宜云啊 哇 上演到好几集啊 像韩国人刚刚看到这个新闻 是第14集哦 他一集一集的放出来说 哇 这个他们有可能同居的原因怎么样 然后背叛他老婆怎么样 抽丝剥茧 那苹果日报你们当然很清楚嘛 长期就是怎么样 比较偏绿的嘛 因为加上韩国人讲的这个镜周刊 哇 这个照片一张一张po出来 所以今天你们都要很清楚知道 今天如果有观众绿媒 比较偏绿的媒体在做攻击的话 基本上就是党内的争斗嘛 这是已经非常清楚 这也是台湾长久下来 这也跟世界都没差多远啦 那韩国人今天觉得很好笑的一点啊 非常清楚跟大家分析啊 也就是王定宇啊 本身是什么 本身是勇言会的啊 也就是海派的 那勇言会是什么呢 各位朋友 可能很多大陆朋友听不懂 那勇言会是一个勇言文化基金会啊 刚刚韩国人讲的海派就是这个勇言会啊 把它包装起来的一种讲法 那这个勇言会里面有谁呢 有三立电视的董事长 也就是海派创始人林坤海 各位有没有突然 有没有很多大陆朋友 或者是海外的朋友 不太了解台湾的政治生态 或者是到底 这常常在造谣的是三立 每天基本上 都会被韩国人抓到 他们说谎什么的三立 还有昨天说欧阳娜娜这个什么 哇这个不演了 哇变身为共产党员 也就是三立的老板 林坤海 也就是跟王定宇一样 同样的这个勇言会 所以啊王定宇真不会是勇言会的 因为我们的坤海兄啊 也就是三立董事长之前发生过什么 之前也是苹果日报报出来的哦 就是跟今天这个什么 跟这个爆出王定宇 跟颜若芳 哇分很多集的也都是苹果日报 那之前这个三立老董啊 哇跟这个美女议员上 摩帖一个小时 那当时这个也是苹果 报导的一则新闻啊 所以内文当时就写啊 海董人生超劲爆啊 三立电视董事长林坤海 在于章秀啊一起三十多年 还对外声称章女为妻子啊 却金船劈腿高雄市未婚的 民进党美女艺人 颜小青 哈哈哈哈都是姓颜 真不愧这两个人都是勇言会的 你看就这么巧 而且打的都是谁在打 都是苹果日报在打 仔细观察台湾的政治 为什么韩国人已经渐渐没兴趣 就是这样吧 所以为什么今天王定宇发生这件事情 非常多网友都觉得很好笑啊 像其中有一篇新闻 韩国人看到真的想到就觉得很好笑 这篇新闻标题就写啊 这个一周五夜啊 王定宇报婚外情啊 然后网友说啊 难怪民进党力挺通奸除罪化 各位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吧 之前民进党是非常力挺 这个通奸除罪化 很多人都在那说 这个通奸除罪化是不是怎么样 给这个有钱人啊开大门 韩国人告诉各位完全没有错 那民进党当时就解释啊 没有没有没有 通奸除罪化是刑法没了 但是民法还是有啊 还是要赔偿钱啊 那但是韩国人就讲刑法跟民法 这个Kimoji这个差很多耶 因为你去查查资料 刑法来说通常 因为它是公法嘛 主要它违反刑法的结果 多半要罚钱或是坐牢 但是民法是司法 属于私人之间的纠纷 违反民法的结果大多数是赔钱可以解决的 所以为什么韩国人跟大家讲 当时民进党力挺的这个通奸除罪化 是帮他们所谓的金主啊那些怎么样 开大门 走大路哇爽怎么样 因为他们根本不缺那个民法 如果真的怎么样有老婆他劈腿了 站到法庭上面劈腿 应该基本上就是离婚 所谓给前妻钱就可以叫他滚蛋了嘛 对不对 所以对有钱人来说 给这个前妻两三百万的赡养费 那对他们来说是小case啊 但是如果今天还是像之前有通奸罪的话 那有刑法 那感觉Kimoji就不一样了 这是要面对台湾的整个法律了 所以当时这个除罪化一下来 很多人就在说哇真的 台湾没救了真的没救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王定宇 这一次发生这个事情 当然韩国人讲过 这是他私得不分 因为他现在怎么样 让很多网友诟病 的最大原因是因为 今天这个诊断故事 我相信知道的人就知道 但韩国人还是可以帮大家小小介绍一下 因为今天主要爆出啊 这王定宇跟颜若芳啊 哇住在同一个这个房子里面 但是王定宇啊 称只是和颜若芳分租啊 但是周刊啊 再公布同框的照片反击啊 那内容主要是什么 也就是已婚的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 被周刊爆出 和民进党发言人 颜若芳同居的消息 虽然两人对外澄清啊 只是一起分租房间啊 是房东和房客的关系 哇这怎么变成最近 轰轰烈烈 所谓的福渊爱啊 跟江洪杰的这个婚姻啊 闹出危机的事情非常相似啊 对不对 福渊爱也说啊 他跟一个男生 被日本媒体拍到上这个饭店嘛 结果他也说我开两间 我们是分开睡 有没有一举同工之妙 所以今天王定宇根本怎么样 是福渊爱2.0吗 很多人就现在都这样戏称啦 那但是啊 今天这两个人 虽然他是这样解释啊 但是这个靖周刊啊 再公布两人同框的照片 反击他们的说法 根据周刊的报导 两人频繁出入在台北的住处 多次先后或一同现身在 住所的停车场 所以各位 虽然韩国人不想管他们怎么样 因为我们毕竟我们没有在里面嘛 所以你现在要指控他们真的发生什么 那也可能只能王定宇他老婆 真的把王定宇告到法院 或者他请这个什么抓奸的人 拍到照片才有可能 所以这严格来说派系斗争的程度 非常多嘛 但是我们还是要亏亏王定宇嘛 就是定海神针嘛 因为他长期一直说谎的这个 前科累累啊 之前说这个什么 爆东沙被包围 说被中国大陆包围啊 之前新闻就写王定宇爆料 东沙群岛被包围 六十小时 就海巡署还声名打脸 就重点来了 当时他这个爆料 还怎么样 还不用罚钱 哇 台湾就像韩国人之前 只是把一个罢韩的这个广告 为什么点进去 竟然是中选会的网站 我只把这件事 表述出来 结果我就被判设违法 就王定宇讲了这么严重的话 说我们的东沙群岛被这个 共军 哇包围 就没事 然后之前还怎么样 王定宇跟这个马英九吵架嘛 吵这个有关 因为马英九说 大陆要给我们疫苗 我们不要 一下就拒绝嘛 这个王定宇就轰啊 这个马英九啊 是这个老鼠咬不带啊 就讲简单就是内奸啊 内贼啊 然后啊 当时他讲的最好笑的话就说什么 不敢声援香港啊 及新疆啊 被唾弃刚刚好而已 所以这样的人今天 被爆出这件事情 而且还是被青绿的 所谓的苹果这些新闻 还有镜周刊爆出来之下 他还是一如往常的怎么样 他对于这议题 他是非常低调 非常安静 所以我相信大家只要知道 他说谎前科累累之下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认同 他这一次的表达 但是啊 为什么韩国人今天要讲 他最大的key point 就是在什么 就是在王定宇之前 是怎么样讲韩国瑜的这个 之前被爆出 所谓的王小姐事件 我想到就很好笑啊 之前王定宇自己有脸 上这个所谓的 也是 又是三例 所谓新台湾加油的一个 政论节目 当时他们就在讨论 韩国瑜跟王小姐的事情 当时他讲什么 马上给大家听一下 你看王定宇当时是说什么 他是在那质疑 因为当时就说这个 韩国瑜 当时还在北农的时候 对不对 要去寻这个菜市场 他就说韩国瑜啊 当时工作结束后啊 晚上都会跑去这个 王小姐的住处啊 那他今天 为什么他不去 这个别的朋友的住处 偏偏要去王小姐呢 那我也要问王定宇吧 那你为什么都要去 言若方的住处 你看嘛 这些人就是这样啊 之前是怎么样 有脸这样去骂别人 只有现在 王定宇当时在节目上 一直叫韩国瑜 要讲清楚说明白 请问一下王定宇 你现在有讲清楚说明白吗 看媒体每天给你爆料啊 而且又是亲你的媒体 不是不是亲我们的哦 韩国人就是最赌揽这种双标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做这一集嘛 要不然你的私得又怎么样 然后双标第二 最好笑的是什么 真不愧是勇言会 真不愧是三立老董在造的 今天啊 这个中天就有一则新闻就写啊 话都不能说吗 三立啊 明示下架王定宇 严若芳 相关新闻 那如果各位有看到欢迎帮我贴上来 但是我现在真的是 很难找到 现在这样搜寻 基本上都找不到 所以你们要知道 今天在台湾啊 你们可以透过王定宇这件事情 你可以观察到这一些恶心的这些人 双标道的极致的这些人 当时在节目怎么样去讨论韩国瑜 结果现在王定宇也是被拍到 还是被一一的一直打脸一直打脸 但是啊王定宇虽然一直在否认 但周刊也怎么样 也把他跟这个严若芳同进同出啊 的一些照片啊 都一一的公布出来 但是啊韩国人还是要讲一个最重要的 也就是啊 这个不管周刊怎么样打脸啊 或者公布啊 韩国人还是要跟大家讲 因为最大的key point还是在于啊 这则新闻就给一个很非常重要的安言 就是下个台南市长是他 这个男人声量全台暴声碾压 黄伟哲跟陈廷飞 那我相信陈廷飞这阵子 韩国人已经讨论非常多次 他也真的好像很想要选台南市长 那这一次啊 所谓碾压这个陈廷飞跟黄伟哲的 也就是也是台南的王定宇 王定宇全台湾声量啊 近日啊一举登上云端啊 碾压现任的黄伟哲 及陈廷飞林俊宪 如果照样领先现任的市长 与在地的立委啊 有可能怎么样就在明年 2022的县市首长的这个选举啊 非常有可能会参选这个台南市长当中 但是我也不确定啦 因为黄伟哲要这个连任嘛 所以啊今天你要观察政治啊 当然我们外行人可以这样子看看他们啊 或者是韩国人嘲笑一下 这叫什么定海神针嘛 王定宇的定海神针嘛 但是如果你用政治的角度去看 为什么他今天会有这个遭遇 最大的原因就是 这个党内的互动 就像韩国人前面讲的 加上他最近因为一直用反中的议题 让很多年轻人尤其决亲 哇把他视为神 虽然他每一个讲的 基本上都被韩国人打爆脸之下 已经造假无数之下 但是没办法 台湾为什么会这样不断的堕落 这些人除了掌握媒体 又像韩国人一开始跟大家讲 他参加这勇言会 又是林昆海是他的老大 又是三立的董事长之下 这样全全的把他包装 又透过三立的媒体 你基本上三立每天政论节目 你都可以看得到他 所以今天他跟严若芳这件事情 只是民进党的内斗之一 韩国人最后只想告诉各位 这些政治人物 所作所为 加上他外表的 这个一切爱妻的形象 全面都是什么 只是包装而已 决亲真的在做善事 真的在做好事情的人 是不会一直到处跟人家宣传的 这是韩国人 近期观察到政治最大的题目 我当然知道 你要有人帮你记录 你要有人帮你宣传 大家才知道你做什么 对宣传非常重要 但是啊 你可以观察到这些政治人物 有时候过多的宣传 又加上像蔡同学整天说 怎么样抗中保台 怎么样讲说 哇 这个我们要谦卑再谦卑 但是你在民进党身上 你听到他讲完这句话 没有一样都达成 就像韩国人讲 看着他们 看着民进党 你只要用相反的角度 你就能得到答案 结束